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医院 做实验 身体 心灵 受到重创的 通通用房间 这一半隔开来 给他药物 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另外一半给他药物 然后怎么样 他信宗教 唱上圣歌啊 因为他们美国对佛教也不认识啊 信仰耶稣基督啊 圣母玛利亚 祈祷 很快乐的在唱圣歌 去过美国实验 这一半唱圣歌的 每天都在祈祷告的 知道 他灵命中可以往生天堂的 他怀着一个希望 这边的人啊 病都好了 这边只有用药物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病都没有好 用药物控制 你看看 一个药物加心灵 一个信仰跟寄托 所以医生说 祈祷会产生奇迹 这基督教 这基督教医生讲的 祈祷真的会有奇迹 也就是他们是像上帝的 我们力道更大 上帝我们是佛啊 九界之尊啊 十法界 唯我独尊就是佛啊 是不是 我们的心的念力就更大了 因此我们就了解说 我们今生今世能听到正法 我们的心灵他就会健康 心灵 心灵健康有什么好处 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 因为灵魂是清净的 他对佛有信心 对净土有信心 他灵命中的时候 再加上祝念 各个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净土 力道之大 毋庸置疑 因此 佛法 是世间的 一盏明灯啊 我在台大演讲也讲过这句话 人的一辈子 没有听到一句正法 是生命当中的大不限 一句佛法都没听过 师父 用了这一点时间 来告诉你 心灵正念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重要